一出来眼睛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外面是真的热 里面是真的冷 如今迪拜都会送一张1GB的SIM卡 但是我用不到 猫咪过马路 它不怕人往 它是被晒黑的吗 sorry没有东西给你 我就是熄猫没办法 我也很想给你吃的 但是我自己都没吃 撒小卡片 这都汽车上的吧 本来能不能剪一张给我看 不是我弯不下身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今天我们在迪拜的哈里发塔 主城区逛一下 可能会去到宋利岛 因为我在迪拜只有一天 所以转息了 明天就去阿普扎比的 去带三的好习惯 已经可以看到翻船酒店了 我们回到这里 我们会回到那里 然后回到这里 你买到所有的银行吗 因为你可以去迪拜 你可以去罗尼利岛 一般呢就是这边是一片 等于说办公楼 CBD 然后在它的左边 这边等于说中间那一块都是老城区 然后在这边是 三长九线 再之后你会看到很远处很远处很微小的一个影子 是哈里巴特 那边又是另一块CBD 那这里呢就是亚特拉蒂斯的水手乐园 这个芒芽金子卡还是很出名的一个点 然后应该网上都看到过 还有这个水桶 湖斑很多地方都有了 其实现在都会超大 这出租车的颜色特别丰富 而且统一都是丰田的 这这场车其实超多 我感觉我的脚就现在 已经开始发烫了 我这鞋子等会估计底就得穿 是 对 等会就起焦了我已经觉得 我已经觉得 然后 头皮开始冒烟 这地方也太热了吧 嗯 其实呢我也挺想知道这个 下面的这个是什么材料 在如此热的 就每天都这么暴晒的情况下 大家都不变形啊 棕榈岛上是有一个观景台 The Vivo 然后 然后 刚才我买了票 它分50 你就不用看 它分52层和54层 52层是半包的 然后54是像阳台一样 开放式的 所以我们就先上去吧 还要走到外面去 我真的不想走到外面去 哎哟喂 天呐 救命 然后这就是瑞奇酒店 那个 我的天呐 我们不打散了 赶紧冲吧 冲冲冲冲冲 这鱼好大呀 这个鱼眼睛好大呀 不知道好不好吃 中国人 对 中国人想着这有事 有个小小的水草 它里面有很多鱼类 这鱼真的好呆呀 哦 刚才进来呢 这边是有一个免费绿幕 它会帮你拍完以后 给你一张卡片 这张卡片 你就可以下载你刚才拍的 它会帮你自动合选一个 这边是一个 还已经走了 哦 好漂亮 对 人眼台它其实没有那么细致啊 但是 就是拍出来的感觉还是很漂亮 很沉浸 鲜艳主要是 这边有一个互动装置 天海 像就是棕绿岛的剑岛过程 在动作的 一般人 的 都要在动作 底部 整个地板 都会升到52层去吗 那我觉得这个工程很屌宝 但它一张票能体验这种互动装置 就比国内要好很多 国内观景台你上去就写一个照片 对 几个小模型 然后就让你上去了 就告诉你我们这个在什么亚洲多高 在世界上多高 这里它还是会有一些历史和什么的介绍成点 我只能说呢 这个感觉好看是还挺好看的 但是这位面也太晒了吧 一股热浪跟刚才一模一样 而且这个是不接近地面的直晒 更夸张 我要撑伞了 我决定我要撑伞 你帮我拿一下 哇 天呐 中国人啊 真的是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 撒还是 转一圈先看一下 哦 纪念碧 这里是 这个塔和棕榆岛的 哦 我不想买一个空地 25的 你选一个 那哪个呢 这个吧 肯定棕榆岛 对 我觉得是 然后你要 嗯 先刷卡 对 然后再 你要不要一个 我不要 上次我干这事是在迪士尼 哦 我不想了 OK 它在做了吧 它不会直接掉下来吧 嗯 应该会的 哦 然后反面还有 反面就是这个 这个到底也没什么 我这可以站上去的 我这可以站上去的 你要是恐高的话就别上来了 有钱啊 这边你看都是 都是游艇 就是有点紧张 但是还不知道一下子 这个方向就是可以看到 翻唱酒店 其实哈里法塔也在这个方向 但是能见度实在太低了 尤其到中午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下面这个还是很绿的 它不是很蓝的 顶着哈 我看一下 哇 卧槽 这什么东西啊 根本看不了一点 结果我们在结束的时候看到了这个 就是押印出来的铜板 这个和迪士尼是一样的 对 这只要10块钱 而且选项更多 刚才25块钱 对 It's ok 而且这个还更漂亮 你哭了 这边的小店就是很多的骆驼 各种各样的骆驼 然后就是精气 和跑车 真的很迪拜啊 好 让我觉得迪拜出的这一套周面很漂亮 尤其是他的一些冰箱贴 可惜我带不了 太重了 不然我就买了 除了黄金扑克牌 还有金条 哇 这个是塑料 哈哈哈哈 就是刚才我们在那个最终站打出租车它超级贵 那我就叫了Uber 但是Uber它一辆特斯拉Model Y它找不到 然后转了三圈 只好到这种公路旁边就是我们最早进来的地方去拦车 但是好像公路上没什么车停 然后我就去这个巴士站 这有巴士站 看一下车牌吧 算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坐 哇 这是什么 那么这有很多这种小的滑板车 我难道可以踩着回酒店吗 太难了太难了 是来到了一辆Nexus 哈哈 这车真是高级的主持 又来昨天的餐厅 昨天没拍菜单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算是比较划算的性价比高的物价 大家餐厅还挺好 啥都有 重点是它的饮料很划算 大份的野菜16 就买AED 然后 AED叫什么来着 迪拉姆 迪拉姆 你来跟我说 迪拜的税收问题 迪拜的税收问题就是它太没有问题了 没有个人所得税 你确定它是没有的 没有啊 真的没有个人所得税 那然后它的 比如说在国内这种养老保险 或者无险一定这种东西 都是商业保险 什么东西 你的 饼巴 啊 哦 应该是刚才点那个鸡肉的那个配套的饼 哦 好吧 继续继续 接着说 就这边呢 养老保险制 应该和国内不太一样 嗯哼 他没有说你要教社保啊之类的 没有没有社保的也是这么说法 这座UI这个岗位的话 平均大概有点少 平均什么 平均年薪应该会有多少 大约哦 这是两万左右吧 几达姆 对 那就是四十多万人民币吧 一年吧 对啊 一年就吧 嗯 差不多 这边比较 住宿很贵 就比如说像 住一个416 就是属于一室户的那种嘛 嗯 一年 带住房子 对 就是要六万左右吧 六万 六万人几辣姆一年 一个月差不多五千 五千几辣姆 相当一万人民币 万万大不了 在迪拜呢 这个15fps的防智霜 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 有一说一这些车也真是高级 灵力 这是GT2 迷你 奔驰就不用说了 都看不上 V8的AMG 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呢 我们甚至可以穿过这种小沙漠到对面 看一下啊 一屋小商品市场了 离拜末呢 它分左右两条赛道 从那个地铁进来以后 走了那么长的长廊 右边它直接可以进到奢侈品区域 它没有任何的小店 就直接进入奢侈品店 然后像我们这种全轨赛道呢 它两边的连廊就是很多小店铺 它就会推键 推键很多东西给你 好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到这个shopping mall里面 是有多大呢 好 名创优品首先进入眼帘 然后是GShot 好大一家记忆国屋书店 但是除了书语啊 好像它的文创品也很多 这家Mint的店应该是个餐厅 咖啡店 装俩的 装修的很有个性 这是苹果店里面的景色 它如果能出去就超帅 哎 还去爬塔 乱书 好想骑这辆小车 超飘逸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所谓的老城区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景点 它一点都不老城 就是它都是新造的一些房子 但作为一个游客景点 来推销吧 嗯 我不确定这些建筑是新的还是既有的 真的 就是很难评估这个事 就感觉它的外立面都是重新刷过的 而且搞了很多新的小商店 嗯 所以我还得再看一下 这里看到了很漂亮的建筑 它虽然我说它是新造的 但它这个建筑 它是很有特色的 走着走着我们就走到了 这个被誉为最美星巴克的 星巴克 阿拉伯风味星巴克 融入其中 虽然是新改的 但是确实还挺好玩的 所以我们去喝一杯 在这里走了15分钟 大概有七八个阿拉伯人 跟我们说你好以后 我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完全的游客景点 并不是就是真的老陈 什么大家原来的人住在这 它完全是翻新的一个建筑 嗯 就很像是一个文创园 只是阿拉伯风格文创园 不过它这个建筑它是在河边嘛 所以它其实挺漂亮 哦 这也是死路啊 天哪 但是 很漂亮 没有人 而且 只有一只鸽子 鸽子在哪 在这儿 鸽子在这里 很孤独 但很安静 这首船呢 又传来一些 比较happy的音乐 算有点密集恐惧症可能 然后这家电台还卖一些水晶啊 和小饰品 啊 这个耳管 还有民族分吗 看阿拉伯 这是什么 那些锁吗 那些锁吗 哇哦 各种矿石 这是什么石头 金石吗 小帅眼神 会有亮晶晶 哇 这是白银石吗 进入了激烈的讨家环境 已经展了一半了现在 要买这个灯 这只猫都已经热瘦了 hello hello no thank you 据说是产了很大比例的金子 真有钱啊 所以说我在迪拜拍 这些视频都得用0.5本 因为他们的楼真的太高了 我实在是拍不到 太阳已经下山了 太阳已经下山了 我们去看到迪拜的夜景 和最期待的哈里塔塔 当然我们有可能会看到音乐喷泉 它是半小时放一次 我不知道应该是整点吧 所以现在应该还有20分钟 我们可以先随便控一下 外面人其实是很多的 而且太阳下山以后像那比较凉快 哇哦 看 看 超帅的 哦 太漂亮了 哦 天呐 这个二楼其实是苹果店 一楼也是苹果店 刚才我们在这边买了个耳机 后面也是灯光绚丽 哇 真不愧是迪拜 这个楼空的爱心 哈哈 是爱心吗 我也不确定 哦 应该是的 还是个苹果呢 哦 应该是的 还是个苹果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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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